一圈的公益担当韩红前不久出现在北京的医院 看望他从贵州送到北京医治重病的青年魏邦海 在主动专家医生的精心治疗下 目前魏邦海病情正在好转 而韩红探病期间也毫不掩饰他性情中人的性格 感恩团队和医生鼓舞魏邦海振奋精神 一字一句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贵州青年魏邦海在2014年被查出患有甲靠 乙肝 左肾结石 肩膀长肿瘤等多种疾病 为了治病下了一级负债累累 韩红带领的百人袁贵 一诊医疗团队在了解情况之后 和前南州红世兹会一起联手行动 一方面帮助解决魏邦海的生活困难 一方面火速诊断病情 我觉得我当时不能再优柔寡断了 在那里我做了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就是第一选择医院 第二选择什么时候离开贵州 那我就当这一段 参加一诊的医疗专家 当天就陪同魏邦海乘坐飞机 前往北京医院做检查 并组织专家会诊和手术 而治疗费用 由韩红爱新慈善基金会承担 尤其是明星啊 演艺界人士啊 还有这些有爱新的企业家们啊 大家都一起呢 有点社会责任感 我觉得不光 为自己这点事儿每天 能够为别人去张罗张罗 韩红爱张罗事儿吗 没错 早两年接受我们节目采访的时候 他还用另外一位圈内 公益担当李亚鹏的性格 自比了一下 亚鹏跟我生日只差一天 由此看来亚鹏也是一个 第一亚鹏是一个心眼 特别好的人 很善良 第二跟我一样 做事很认真 很较劲 第三事业心太强 公益活动丁全程 其立轻微的行动 也证明了他的那句很较劲儿 而帮助魏邦海的事情 也可见一斑 从现场接待到当机立断送北京医院 再到餐育旁听专家会诊和术后探望 韩红可真是操碎了心 等你真的好起来了 成为一个可以去生活 也可以去照顾家 照顾孩子的父亲的时候 希望你用你自己 一点点微薄的力量 你能去帮个别人 希望你以后参与到 韩红爱卿团队来 可以 在一定加入 最后还要帮忙签名还人情 就公益做得够人情味儿了吧 你这是替医生药的 行李在线 编辑马到